好 这小节我们介绍一下INIX的代理 INIX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服务端最常见的一个代理方式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服务端的门户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线上方形下 我们的比如说Java的程序 PPP的程序 或者说Node.js的程序 我们不会直接报道给网络 我们一般通过INIX的代理 报道给网络 也就是说 INIX相当于是一个开门的老大 然后我们的Node.js 我们的PPP 我们的Java的服务 就像我们大院里边在一个一个的房间 然后没外有什么请求 先经过这个开门老大爷的 转达或传送或处理 然后再去把这个请求 分发给各个房间里边的某个人 所以说INIX就是个角色 但是这会儿我们做Node.js 特别是我们本职职业 也是潜在工程师 这会儿我们就以了解为主 它并不是我们特别需要详细掌握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知道它一个关键的一些信息就好了 这会儿呢就是如果你是专业的后代工程师 比如说在Java的做P2P的 或者说你特别是你是专业的运维工程师 那这个INIX是你必须要去详细掌握的 所以这儿呢我们就以 能源重点为主 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代理配置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怎么去这个有一个Access Log 这么访问制它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 介绍 INIX呢它的能力我们先列出来 INIX它是一个我们说过 它是一个网络或者说一个 Serv的一个门户对吧 它能干嘛呢 它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静态文件服务器 所谓静态文件服务器 就是说一些静态文件 像HTML像GSS像CSS等等这些 不需要任何经过运算或者经过处理 或者经过数据库啊 访问啊之类的这些逻辑的话 直接输出给以前端 那我们可以用INIX来做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CDN 或者说一些静态服务 我们直接可以用INIX来去搭建 所以说想到这儿呢 我就想到一些问题啊 就是我看过一些教程 就是大家想用NIX去 叫大家去做一个静态文件服务器 我就感觉这一点有点可笑 就是虽然说通过这种方式呢 也能学习NIX对吧 也可能讲的也比较好 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知识 但实际情况下 结合实际应用来说 没有人会用NIX 搭建一个静态文件服务 没有人会这么做 一般情况下静态文件服务 全部都是用INIX搭建的 而且特别简单 特别高效 特别稳定 所以说没有人用NIX搭建一个 静态文件服务器 你去这么讲没问题 但是实际情况下不会这么用 这不就是个问题吗 对吧 负载均衡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我们的所有端 用了机群 就我们的所有端 我们的NIX 部署到很多台机器了 甚至是很多个机房里面 我们就需要用INIX 去做一个负载均衡 比如说你这个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INIX是一个开门的人 然后请求有很多 来了之后呢 先经过开门的人 开门的人之后 这个分析完情形之后 他要看一下院子里面的 各个小房间里面的 各个服务 哪个闲着了 哪个闲着就给哪个 对吧 不能一共往往一个什么塞 那就类似了 对吧 所以说INIX呢 它是一个网络的 一个负载均衡器 它有专门的算法 去能算出来 哪个服务器比较空险 然后就分给它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服务端 是多个机房 多个机器 甚至多个机房的话 我们的上游 要用INIX做负载均衡 当然这一块 我们不会再讲 我们不会在这儿讲 这会儿也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会儿一般都是 运维的工作 所以说你知道 这么一个逻辑过程 就行了 反向代理 反向代理 比如说我们的 本地的服务 提供的是3000端口 对吧 然后实际上 用户访问 不可能访问3000端口 你见过哪个网站访问 是访问3000端口的 这样的话 该怎么去实现呢 就是应该去 INIX是一个门户 对吧 也说INIX去配置 一个80端口的 也就是说没有端口的 一个网站服务 甚至是把这个域名 给保留好 然后用户访问这个之后 INIX就根据不同的规则 然后转发到我们 这个真正的散发出来 比如说我们每个服务 可能是你是3000端口 我是3001端口 然后他是3002端口 你可能是诺德杰斯做的 我可能是Java做的 他可能是PGP做的 那不管谁做的 都通过INIX做一个 代理和做一个转发 这样的话 就能把这个系统 整个的这个包起来 这一转成代理 我们这儿可以 后面可以去演示一下 安装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官网 现在安装就行了 每个系统都可以 然后配置文件 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安装完之后 它需要配置 配置就需要改配置文件 然后Mac下配置文件 是这个目录 Windows下配置文件 是这个目录 大家可以去打开 去看一下它的配置 然后配置完之后 我们要通过INIX 杠T去测试一下 配置文件的格式 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INIX 之前INIX就可以去 启动这个配置文件 第三步就是 如果是你改了配置文件 重启的话 用这个-S Reload去重启 这是启动 这是重启 OK 那我们就演示一下 反向代理 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确保 我们的这个三线段口 是启动起来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演示一下 就是根据 我们先开一个 我们先开一个控制台吧 然后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INIX我已经安装了 然后我就可以去打开 打开我们的这个 INIX的配置文件 Mac下载 USR Local ETC ETC ENG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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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反向代理 该怎么去用 找到这个 大家的35号左右 可能每个人的配置 可能行数不一样 这个SERVER 这个SERVER下面 大括号 LISTEN 这有个端口 端口 这呢 是81 我可以改成80 80端口 就是这个系统的 Morning端口 有时候没有端口 对吧 玩了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 前面是信号 就是注释啊 注释可以不看 Location是斜线 也是根部录 然后呢 我这个有个Proxy Path 就是一旦访问 根部录 我就代理到这个3000 Localhost 3000 这就是我们的 发行代理 对吧 好 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刚才写81呢 因为我自己 刚才本地测试过 我的80端口 被一个东西给占了 而这个东西呢 不能停 就是你这样呢 你可以自己写成80 然后去试一下 我这呢 不能写80 所以我写个81 你这可以自己写80啊 好 完事之后 改完之后 你去这个地方 要保证这个LISTEN是80 你这写80 三号下呢 你加一个叫 Location 写信 然后括号里面 ProxyPath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没有帮号 是空格 然后把这个 你的服务的3000 专项的服务写上 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这儿的 这个服务 然后写上 写上之后呢 然后我们保存关闭 完事之后呢 我们运行ENIX-T 测试一下 他说 Successful 就是成功了 成功之后 我们就运行ENIX 就可以了 好 那他说81被占了 那应该是我这个ENIX 已经启动了 所以说 我就访问这个Loghost的81 试一下 再看 就已经过来了 对吧 好 就已经过来了 比如说 如果是你的这儿的话 访问80 80就是Morning端口 就可以直接这么访问 对吧 那我这儿80被占了 所以说 我们就访问一个81 也就是说 我们的真正 给前端的提供服务 是ENIX提供的服务 然后呢 ENIX会根据自己的 代理配置 把它转到这个 三线端口上来 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是开门的人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 院子里面的 一个一个房间的 一个服务 所以说 这就是ENIX的 一个反向代理的 一个配置 这个比较简单 当然你 这个地方你可以 打开看一下 这个地方 你可以自己 在自己家 就是我这儿 只有一个 反向代理的配置 对吧 你可以在自己家 比如说 你设定到一个规则 比如说 这个地方是 Game路 你可以识别到 另外一个规则 然后把它代理到 其他的战口上 其他的服务上 这个地方可以 再继续往后扩展 OK 先关一下 还有ObsizeLog 我们也演示一下 ObsizeLog呢 我们看一下 还是打开配置文件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HTP 这个HTP 然后下面口号 大口号里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两行 比较重要 就是这个Log Format 然后ObsizeLog 这两行 要找到 这两行 原本是被注释掉的 所以说 你有解开注释 注释呢 就是前面是一个警号 把这个警号 解开注释 完成之后呢 你去这个地方 解开注释 这样保持默认就好了 然后这个ObsizeLog呢 这个你要写成一个 什么目录呢 就写成一个 不管什么文件件下面 只要这个文件件 存在就可以 写上这么一个目录 就是他会把这个ObsizeLog 放在这个文件件下面去 然后把这个目录写上 保证这个目录是对的 就可以了 这是个我们的目录 存储的一个位置 完成之后 然后保存 保存之后呢 也是NX-T 然后运行中呢 我们可以执行这个 NX-S Reload 去重启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访问 访问 然后我们打开 我们配置的这个 刚才我们配置的文件 我们配置的这个 ObsizeLog的地址 其实就是这个地址 OK 这里面没有 没有呢 我们再振动重启一下 NX-S Reload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访问 访问 好 已经出来了 对吧 什么叫ObsizeLog 什么叫ObsizeLog 就是访问日志 访问日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记录用户的 访问的每一条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 这是IP地址 对吧 然后这是时间 然后请求的是 get还是post 然后请求的地址是什么 比如说请求的地址 就是这个APIU的getList 对吧 然后状态码 然后23 什么23啊 2313啊 什么8661 是返回的一个 整个这个文件的一个 体积的一个字节数 字节数 这是个体积 然后呢 这是访问的这个 就是是哪个地址访问的 就是refer 哪个地址访问的 后面就是我们的 前段的这个UA 运软器的一个信息 好 现在是26号 对吧 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 点加在工作 大家看 27号就有了 对吧 27号里面我们看一下 get请求返回的 APIBlog 路德茂1 大家这个熟悉吧 对吧 然后像7175 就是它那个返回的 整个的一个 内容的一个字节长度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 这个Chrome的一个UA 好 通过这个 Axyslog呢 我们就能知道 就哪些人真正的去 访问了我们的请求 然后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 比如说我们根据时间 我们截取一天的时间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一天的PV是多少 对吧 然后我们比如说 根据秒数 我们就能知道 这每一秒钟 访问了多少条 然后它的TPS QPS是多少 它每秒的负载 负载是多少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 重要性不是那么大 但对于运回来说 它的重要性是很大的 它运回要监控 这个系统 一个时常的 一个正常运行状态 然后要保证 它能正常运行 所以说它要实时监控 这个请求的访问量 这种的这些 这就是NX的一个配置 所以说这个的配置呢 我们还是以了解为主 就知道 怎么去Page of Access Log 知道怎么去做 反向代理 知道怎么去做 常运行的命令 以及做一些 一些配置 然后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块真正实际操作 我想在工作中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 让你实际去配置NX 这个一般都是运营来做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些 就是我讲的这些 基本的一些知识